過去兩個星期第二次懷疑是阿拉伯聯軍進行空中打擊時 錯誤擊中了正在進行婚禮的集會 據目擊者和有關官員表示 懷疑是由沙特阿拉伯領導的一個聯盟發動的空襲 擊中了陷入內戰的也門的一個婚禮 炸死了至少15個人,炸死了至少25人 這次的空襲星期三晚間時擊中了澤馬爾省三個地區的一處住宅 該國省由十葉派的胡塞武裝佔據幾個月以來 一直是受到聯盟的空襲打擊 由沙特阿拉伯領導的聯盟未有立即對事件加以評論 這個聯盟多次被指在也門發動致命的攻擊